你看这个阵舞阳光照上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感 就是荒凉啊 荒凉很美啊 它真的荒嘛 你看 当然没有植被 但是你看这个上面 一个土堆 那个横前面都有一道一道一道 看到吗 太丰富了 就是这个亚丹帽有好多个名字 你知道其中还有一个名字 叫风的凝固态 真是 我刚才就想说 你看那一片像是一阵风吹的 同一阵风这么吹过去的 你觉得吗 这个进来的感觉不太一样 我进来觉得像个剧场 像迎接我们的那种 就是 泳道上的很多雕像 对 自高自大到了何种程度 全是迎接 全是欢迎您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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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昨天 一来人家冷湖那儿 开着那个霓虹灯彩灯 我说呦 为我们开的呀 人家说过去 来来 冲群众挥挥手一句 你看这个小沙粒 好硬 好硬 然后有个泥壳 泥壳下面是沙土 一个脚印也没有 看这个 就是这个 闪光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 对 闪你眼睛没有 你看这像一颗旧齿 旧齿这么大 我感觉这儿缓坡能上去 沿着龙背走向龙头 太壮观了 天哪 这真是有龙 群龙舞动的态势 你觉不觉得这像大河 就是 这大河流过来 你看不见水 我们这个是分流的龙头 人没来的时候 七千五百万年 它显然不是为你而设的 那它是什么呀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不需要定义 你觉得人世间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你发 我 我的体会 我说实在是 我这辈子觉得 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 找这一个可心的女朋友 跟她一起 就是畅游 这是 我觉得最美好的 人世间最大的幸福 快乐 就比如说 有个喜欢的 爱得如火如荼的 那个时候 甚至正在恋爱 热恋中的那种女朋友 然后就 比如说我们俩开着车就到这儿 哎呦 这是 我跟你说那些日子 那些日子都是发光的 你知道吗 有 有 但是可惜 好景都不长 你有痛干吗 我现在想起来特别的搞笑 我就是做的那种 长途旅行啊 都跟一个不是我男朋友的男人 这个搞笑 你看 你看 这是命吧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看那个上面是个什么东西 是车吗 哇 哇 这这么多车 那是帐篷吗 就是那个火星营地 我们在这个火星营地干嘛呢 见那个袁振文的 见那个袁振文的 好 对 再稍微高一点 再整体稍微高一点 我觉得在右边高了点 左边再需要再高点 左边再高点 对 才平 你的挂号我没准 那我这眼神不太好 您是袁振文的 您是袁老师吗 对 您好 您好 我叫邓文涛 哎 文涛老师好 这是这个周易军 哦 易军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们这个整个的火星营地 就是为了培养火星移民工程师打造的 艾伦瓦斯克不是说 2040年第一批人类将前往火星 到了本世纪末 将实现大规模的人类移民火星吗 感情您现在先已经给咱们培养去那的人了 对 对 这边是男宇航员的睡眠舱 男宇航员 男女航员的储物柜是吗 对 男女航员的储物柜 我们能进去看看 可以 可以进 我都等不几个要脱鞋是不是 对 可以睡上一觉 真的吗 对 等你一睡醒了 发现我变成小鲜肉了 哎呦 好 来 您这边 不能睡时间太长 不然起来就 发现一百年过去了 好 地球的朋友们再见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儿建这个火星营地呢 就是您看到那边的那个亚丹地帽 那个是俄伯良亚丹 哦 那就俄伯良亚丹 对 它被评为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依托它的这个火星地帽 在这儿建了这个火星营地 那不是北京人吗 北京人 哎 那北京人怎么到这儿来 你就不回北京了 对 我一年是长期在这儿工作的 嗯 我是一个科幻民 就从小就喜欢 对 你自己还写小说 对 是的 对 特别喜欢仰望星空 然后就觉得人类在地球上太小了 然后我们总要走出去看看 那你能舍下他们呢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我父母把我生下来 他们的基因完成传递了 我把我儿子生下来 我完成基因传递了 那作为我个体来说 那我应该享受自己的人生 我是考虑我的父母 我老公和我儿子 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会有缺憾 我太宠罢了 那他们呢 他们理解你吗 他们现在很理解啊 不然也不会让我一年五分之四的时间在这儿 哎呀 很理解 你有个好老公 肯定也有个好孩子 是 所以让你能够做梦 对 我迷恋这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能理解那些人说 舍不得是吧 你回你的上海吧 记得我上一集说你吗 就是狗熊白暴明 见一个爱一个地方 然后又说不走了 下一个就觉得那个又好 你为什么老要 触破别人的幻想呢 前面有一个 下一个大肥猪的形状 下了个蛋 大肥猪 大肥猪的形状 你看就这个 大肥猪是吧 这个就像肥猪 是像猪 你看那个嘴 你看那个嘴像猪吗 真像个猪 你看我就像个人面 还没你拍到他那个剪影了吗 好像一个猪啊 对 哎 哎 我们公不两个 哈哈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等于说风吹剩下的嘛 所以你就很难想象这个风啊 得有多大 很多时候夹在你身上的迫害 你当时以为是倒霉 但是也许最后你这个人成为艺术品 就是靠你经受的磨难 把你雕成这个形状呢 人就是这样嘛 年轻的时候你肯定就是逆风而上 乘风破浪 哎 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顺势而为 就像这个土 它总有去处 它总有去处 风从东边来 你就把我这儿吹平了 风从西边来 你把我这儿吹平了 就是我随着你雕刻我呀 硬的就留下来 就顶住 对吧 软的就被吹走 就是自然 其实强者都是别人眼里看的 他自己晚上咬着被子角 不定哭过多少回呢 所以你要说我唯一的劝告 我就是劝告就好 就活下去 只要你还活下去 哪怕你把我的尊严都打碎了 也不要紧 就像我跟你说的 哎 姿势很潇洒的 过了这个坎也是过了 姿势很难看的 过了这个坎也是过了 那什么叫姿势好看 什么叫姿势难看 你看看这个 是馒头好看 还是那个尖峰好看 会看的话 都好看 就都是人生 其实人就是一个 特别自然的 对于外界的任何打击 就像这个风和水 任而东西南北风 我感谢一切这个打击 把我雕造成了 把我 也可以说把我腐蚀成了 我今天这样的造型 咱们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在这大发感慨 不能说 这就真是 不如一式长发九 可与人道 五而散 这就是 有一种室外的感觉吧 让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有点 你觉不觉得 这个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不知道身在何方 我越往那边看 我又觉得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觉得好像迷失了一样 这就叫沾笔大荒 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我说咱们一年没见了 恍若隔世 我在现在才算看见了 恍若隔世 就是我有一种被这困住的感觉 就是两个字 绝境 我现在看着那片山呢 我甚至觉得 并没有天外有天的感觉 就是尽头 我觉得有 你看那个都像一个小楼一样 那都能看见窗户的感觉 我觉得还有 我的意思是说 再往那边走也是徒劳的 都一样 就是重重无尽 就好像说 你围着火星走一遭 对 你也就是在这样的地方 不断的移动 转一圈 你哪怕在这种地方走多远 你也是永恒的轮回 我就 绝境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发现讲这个绝境 这个词特别有意思 你跟人讲的时候吧 如果那个人经历过什么 他心里有这个绝境 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他心里没有 他没有这个经历 他就不明白 谢谢了 俄伯良 挺吓人的 真是 我有点感觉到想往下跳的那种冲动 走走走走 别别别别 我突然间觉得有一种恐怖 干啥你 我得往后退一退 我得往后退一退 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 荒寒 格外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 就是一切似乎都停止了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一片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 这个世界 是那么有魅力呢 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 就是精神上的超越 天地之间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一下子觉得 你跟某种 亘古不变的东西 连接在了一起 觉得 哎呀 买骨鱼瓷也很好啊 我可能 连骨头渣都不剩 就是好像 这骨头像画灰一样 就在他那一阵沙尘当中 一卷 就没了 哎呦太冷了太冷了 这风 听听这个风 听听这个风 小心啊 这么大的风 那边是太平洋 看看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义军 小脸 高脸红 好 看看 夕阳向朝阳 看见了吗 天边一抹微红 地下荒寒的山水 再冷也值了 好 月亮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月亮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谁会等着看月亮升 第一次 是吧 你能看到它上升 天哪 对吧 这几层已经都涂涂了 哎呦这是最美的 你看 一道黑云 哎出来了 你看那个光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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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温柔的光啊 啊 最漂亮的时候 这是最美了 你看咱们这个团队都是离家的人 到了火星 我们就是一家人 是吧 中秋节快乐 好 哎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我们一起一起过中秋 都是远离父母家人啊 今夜我们就是一家 哎真的我觉得寸我笑呢 说音音也还有俩呢 走 好了 说一声 说一声 他在那儿站着 好了 经常会有这个关心爱好者 看星星 然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就开始放烟花 哦 杨老师咱们是有缘 都是北京来的 而且正好碰上中秋节 我们今天在火星团聚了 火星 你看他离不了这茬 这是我们从西宁带来的 青海大月饼 女士这个随便啊 咱们咱们多少沾沾醇 因为毕竟是中秋节嘛 对 清磕酒 清磕酒 祝您花海月圆 好 嗯 有点意思 其实您说这光速飞船啊 我一直有一个想象 当然咱们都是这个磕磅啊 文科生 从理论上讲 比如说啊 假如咱们这个视线上没有遮盖物 这个光线 就像月光到达咱们也需要一个时间 那咱们仨这段影像 实际上 在到达观测者的星球的过程中 不是以光线的形式在走吗 对对对 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特别浪漫 假设离我们一百光年外的外星人 他看见了 这仨 他们会知道 哦 这是一百年以前 的影像 在这个星球上 嗯 有这么一幕 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理论上说 咱们这段影像 就是咱们没了 嗯 咱们这段影像也不会没 对 它只要光线没有浩劫 也就是说咱仨 因为它某种程度上 这个中秋夜也是永远在的 对 对 在整个宇宙里可以说是 永生的 其实 现在也是个假象 就是我能说的 你比如说我看到的 一君老师的影像 不是他的现在 嗯 他传到我这儿是需要时间的 对 就只是很快而已 但这个很快 他也是光 需要从那儿跑到这儿来 对 这至少两米的距离嘛 对吧 所以我看到的是一君老师的过去 对 他说的话 我听到了 传到我的耳朵里也是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聊天 其实没有现在 就是过去和未来 我今年因为这个疫情嘛 我也碰到了很多事情 而且我 我接触一些人 也发生了很多 这个生理死别啊 等等这些事 我说我想看看什么书呢 就是在讨论和什么人 在讨论这个生死 然后呢 我就看不同的人 比如说我欣赏的人 我看他们都靠什么去战胜这种 比如说对死亡的恐惧 嗯 那每一个人最后他寻稿到 那种凭借不同 比如说 我看那个画画的 那个大卫霍克尼 他就说凭借爱 他说 我到碰到任何困难 我就是凭借爱 我的心里想这个爱 那也有做音乐的人 他就觉得 让他战胜所有的困难 先凉吧 来一块 要叫我说啊 人人都有宇宙观 你认为你从来不想这个事 实际上你也有一个潜在的宇宙观 比如说有些人即时行乐 他说我什么都不想 那你即时行乐的假定前提 也有个三观 你认为生命有限 转瞬即逝 所以你要即时行乐 对不对 另说 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按照 他的宇宙观 在指导他的生活的 对 你比如说他宇宙观认为 咱都是游戏 咱都是被程序设定的 但是有自主的 自己还会改程序的 对 这么一种游戏里的人 对 所以我要脱离他的控制 你看那个火光下 他像不像他游戏里的人物 很像吧 对 你真的 你脑门子一到青筋往上 你看 你看到没有 和宇宙的连接吗 有意思 其实我特别好奇 就是他们每年科幻文学奖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新的观念 有 比如说今年获奖作品里就有 星球是有意识的 你们都说人类有意识吗 星球也有意识 有一个当年著名的文人 就鲁迅的弟弟 叫周作仁 这个周作仁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说 我们见到小孩子撒谎 我们往往就会说 你怎么能撒谎 教育孩子要诚实 他说这个往往你也是伤害了孩子的天性 他说因为很多时候小孩跟你说 比如说小孩说 妈妈 比如说我旁边有个老虎 他不是在撒谎 他在幻想 小孩有的时候跟父母说的 是他的幻想 很多谎言是人类想象力 你比如说他一下他讲到古希腊神话 是不是谎言 就人类童年时期 就那种他想象的 他有时候根据他的想象跟你说 但他本身不是为了骗你 害你 他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玩一些 是的 你说科幻是不是有点 他有这种心灵 是这样 您说的这个我深有感触 比如说我儿子 是个科幻迷 然后他就老是用科幻的眼光看世界 他跟别人聊天都很科幻 比如说 所以我们俩就能聊到一块去 应该跟别人很难聊 然后但是他到学校去 他还是带着科幻的视角去跟别人聊天 朋友听不懂 所以他慢慢他就不爱说话了 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内向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发现我跟别人说话 他们都不爱理我 我说为什么不爱理你 他说 我跟他们说个事 他们就很奇怪的看着我 就那种眼神就是你说什么呢 但是就觉得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他就久了久了他就不敢说了 我说你都跟他们聊什么呀 他说就聊什么意识啊 黑洞啊 光速啊 我说那你聊这个人家能听懂吗 肯定听不懂呀 所以你说我们是一个鼓励幻想的这个民族吗 因为我最近就是接触了这个山海经 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里面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说有一个叫那个伊牧国 伊牧国的人都长了就一只眼睛 那不就那迪斯尼的那个minions 我们就是古人也是充满幻想的 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 你拿到今天来说的话 不比那些美国大片 美国的或者说其他地方那些东西差 我后来看英国人像那个培根他就会认为 他就有点瞧不上希腊的那些东西 他说幻想是好 但是他是属于就是没有结论的 就是那种他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童年期 就是你还得从那个里头再走出来 所以他作为一个英国这个就是这个哲学家 他重视的是经验 就是说你天马行空想 但我还得重视我的经验 我的这个实践到一个时的这个东西 热爱想象力和不会走火入魔 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分级 我其实特别喜欢听人胡说八道 尤其是有学问的老师 胡说八道 不管我听到什么假说 都要等待证据 来才能信以为真 对 但是呢 这一点都不耽误我呀 爱智慧 你知道有的老师啊 他跟你讲外星人讲什么 实际上他是在跟你分享 他勾引出很多知识 对 这些知识 哎呀你听着好喜欢 就是脑洞最大的肯定是科幻作家嘛 就像叶永烈老师他写的 那个小林空曼游未来 嗯 我们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看 哎呦 那就是您说的胡说八道吗 对 对吧 眼镜戴在眼睛里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电脑变成这么小 对对对 然后当时觉得这不就胡说八道吗 这是我们一代同年的记忆啊 叶永烈 对你看这过了十几年吧 什么都变成现实了 哎 我就一直在想 比如说那个咱们身上所有的原子 都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产物 嗯 全都是 包括我们身上的原子 其实跟这个杯子 跟这个桌子 跟这个土一什么区 你比如说我们手上 我手上有一个足够小的镊子 可以捏起原子来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个镊子啊 我们假设想象就有这么一个 我们把文涛老师身上的这个所有的原子 嗯 一个一个捏下来就摆在桌子上 一地散沙 捏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都变成原子了 嗯 那你的意识去哪了呢 所以当就是刚刚说的您那个情景嘛 我躺在这个这个穹隆底下 我就仰望星空 我就感觉它像一个大罩子 四周全是星星 然后移到银河 像牛奶一样泼洒天空 我就感觉我就不存在了呀 我的意识就已经和他在一起了 嗯 嗯 就连成一片了 对就是 就是刚刚文涛老师说的 他到了这种地儿 他就想 他说的死在这儿 其实是把他的意识留下 哎呦 哈哈 原子还撒一地呢 还得帮你拿出料带装 呃胡适说呀 他小时候特别怕鬼 呃 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变成无神论呢 嗯 他看到了一个叫范枕的人 一个古人 写的一个文章叫神灭论 他就说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范枕就是说什么啊 嗯 他就说啊 不要迷信 说这个聪明啊 就就就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 就说你的意识 嗯 是刀的锋利 嗯嗯 你的大脑这个物质是刀 对 你的意识就是刀的锋利 对 所以没有刀 也就不可能有刀的锋利 对 所以胡适说 一听这个就不怕鬼了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 嗯 量子力学 嗯 就刚刚您说的那个月亮 嗯 他现在变成这样 哎 你看刚才那么清晰 对 现在云遮月 嗯 比如说原来没有我们智慧生命的时候 他可能都不存在啊 他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看了他一眼 嗯 木之所欲成色 对 对我们看见他了 他就有颜色了 然后我们没看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片概率 他可能播撒在宇宙的各个角落里 但是当我们一看他 他就瞬间塌缩了 塌缩成一个月亮 会不会我们今天看着有点那个眼花呢 但是这个问题 唐朝就有人问了 嗯 江畔何人初见月 嗯 江月何年初照人 什么时候他第一次照到人的 对 江畔什么时候最早见到这个月亮的 嗯 我觉得至少我们跟宇宙是一体 对 是共同体 所以说 还是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卷 千里共产卷 来来来 很开心啊 跟咱们这个脑洞大开的中秋节 对 中秋节快乐 哎呀 咱们拜月啊 在你这里赏月可太好了 是啊 火星上的中秋节 是的 哎呀 你一说火星 特亮那个是不是 那就是火星 啊 那就是火星啊 我来给您印证一下啊 你看 月亮旁边这颗 红色的就是火星 还真是 哎呀 真的是火星啊 对 火星 你看咱们中秋节 这个圆月 而且咱们在这个火星小镇 火星基地 对着这个火星 哦天哪 对 哎 哎 你看咱们现在看着它 它上面也不是有没有人看着我们是吧 不是 我觉得区别 咱们跟古人的区别就是 咱们现在知道它上面是什么样的 对 这多有意思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看见这个 亚丹地貌这个样子的 对 你想那么一个星球 比地球小一些 对 是吧 好像是上鹰天象 咱们这个人间上鹰天象 我们又是冷湖火星小镇 对啊 对啊 你看 这个火星这么寸 对 嗯